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神读到这部分时 认为耶稣所说的是指肉体上的死亡 但耶稣并不是在说那种死亡 相信耶稣意味着接受他给那些选择跟随他的人所给出的指示 如果你跟随他并遵循他的这些指示 你就能逃脱所谓的第二次死亡 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中看到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耶稣基督是永活的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只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来自耶稣基督 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他的 整本圣经都是关于他的 你和我被创造来认识他 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 就是爱他 当你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 你会爱他 他是独一无二的 他就是生命 他是每一个上帝孩子的心跳 因为他是活着的 使徒保罗说 铁撒罗尼加钱书四章十三至十四节 论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保罗使徒要让圣徒们知道 那些离开身体的就是与主同在 因为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你和我有永生的保证 而那些死去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是安息的 耶稣是生命的赐予者 你和我都活着 我们有生命 这个世界上有七十亿人 他们都活着 天使是活着的 基路伯也是活着的 但是在这个宇宙中 没有人像主耶稣基督拥有生命 他说 我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只活到永永远远 所有生命都来自他 当我们走进永恒 我们将遇见他 这是我们的愿望 这是我们的渴求 这是我的渴求 去遇见他 他为我们的罪而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要去遇见他 那出生于伯利恒的婴孩 那躺在马槽里的婴孩 那在地上行了神迹的 那驱逐魔鬼的 那使死人复活的 那医治病人的 那开了瞎子的眼的 那为我们的故犯受伤的 那为我们的罪孽受伤的 那为我担当了我的罪孽 并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 他曾经死了 现在活着 直到永永远远 他拥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因为他活着 所以我也活着 圣经告诉我 我的生命在基督里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是在谈论上帝对我们的爱 人类让罪恶进入世界 死亡随之而来 但因为上帝爱我们 而他永远不会停止爱我们 他差遣耶稣为我们而死 使我们获得生命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 和这些经文相反的信息 上帝爱你 他通过拯救我们 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爱 罗马书五章八节说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你还在世界上 当你还在母亲怀里 当你还不经世事 当你因为失恋而悲伤时 当你蛮不在乎的在犯罪时 基督就为我们死了 上帝向我们彰显了他的爱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没有魔鬼或天使 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根据耶稣的话 要战胜魔鬼只需一件事 那就是相信 活在他里面 当我们谈到跟随基督而生活时 那意味着接受他所给予的一切 接受他所有的指示 跟随他的脚步 遵从他的教导 耶稣说 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只此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接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当你在基督里生活时 你会接出的果子 是生命的果子 当你住在基督里 你就不会不相信他 你会开始做他要求的事情 你会开始跟随他的脚步 当你相信基督时 这意味着你相信他死而复活 并战胜了死亡 如果你接受 并相信他战胜了死亡 你也会获得胜利 并且不会面临死亡 你活在基督里吗 你相信他并做他命令你做的事吗 你不能说你爱基督 却拒绝做他要求你做的事 如果你不爱他 你就不会做他要求你去做的事 那你将无法获得胜利 你必须相信基督 你必须顺服基督 这是你可以免于死亡的唯一方法 这是你可以避免因为罪 而即将到来的毁灭的唯一方法 你必须相信基督 遵从他的教导 这是保证你安全 避免罪恶 带来的毁灭的唯一途径 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圣经中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每个时空他都存在 没有任何地方是他的存在所不及的 诗篇表明上帝甚至存在于阴间的深处 我们这些相信他的子民 不仅对他的无所不在 有把握 我们还有他实际存在或显现的证据 神学家称之为Shokina的存在 西伯来文艺为拘留 表示上帝的亲临 在旧约中 我们看到以色列以超自然的方式 经历了这一点 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像以色列子民那样 经历过上帝的荣耀 上帝不遗余力地拯救他的子民 水变成血 青蛙蜂拥而至 覆盖了每一寸土地 并进入了房屋和卧室 大批野兽毁灭了他们所经之处的一切 当他们到达红海岸时 我们看到上帝的存在分开了海水 当他们走过荒漠之旅时 我们看到他的存在表现为白天的云柱和晚上的火柱 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 圣经中还有许多壮丽的展示 表明上帝与人同在 最美妙的是 即使今天上帝仍然与他的子民同在 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结尾 向门徒和我们给了一个强有力的上帝同在的保证 当耶稣升天时 我可以想向他告诉门徒和我们说 看啊 我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末了 上帝同在的承诺是可靠的 因为无论上帝做了多少应许 在基督里都是实现的 我们有限的人类思维 倾向于根据时间线来思考生命 一个人出生经历成长 中年老年然后死亡 从生到死就是一条直线 每过一天就是越接近死亡一天 在这条直线的一生中 人会经历各种各样发生的事 然后死亡来临 然而这个生命的时间线 并不适用于耶稣 因为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耶稣是神的道成肉身 但它的诞生只是标志着 它在地球上生命的开始 诗篇九诗篇二节说 珠珊未曾生出 地域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这些话是摩西写的 他在起火的灌木丛林中说话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上帝 神检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的奴役 摩西问 他应该说是谁派他来的呢 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里说的是 没有开始的永恒之神 他只是存在 他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圣经始于创造之初 耶稣基督是道 是把一切看得见的 和看不见的 开口就成为存在的道 创世纪一章一和三节 起初 神创造天地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使徒约翰开始传福音时 宣讲的是 有关耶稣是谁 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马太福音 记载了基督的家谱 证明他是大卫王的 皇室血统 耶稣在地上的养父约瑟 来自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王的 王室血统 路加福音 记载了大卫王的 儿子拿丹 也就是玛利亚的祖先 证明了 他的人类血统 圣经还告诉我们 玛利亚是处女 耶稣不是由凡人怀上的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因毙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耶稣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这可能很难理解 但圣经中有许多事情 上帝没有完全解释 我们人类的头脑 无法掌握上帝的无比力量 遗憾的是 当人们试图解释上帝时 就出现了许多错误的教义 上帝说话就创造了天地万物 但人类的错误教导说 起初什么都没有 然后发生大爆炸 然后上帝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进化 撒旦是受造之物 骄傲使他反派上帝 从伊甸园开始 他的邪恶意图就已经显明了 并且贯穿整个人类历史 撒旦憎恨人类 他的谎言和扭曲上帝的话语 使人类堕落的原因 当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时 最使他和他的后裔 包括我们与上帝隔绝 创世纪三章七节说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这是人类宗教的第一个行为 就是试图通过努力 以掩盖罪恶 用无花果叶做的裙子 除了不舒服 也无法消除罪恶 我们必须知道 上帝的道路总是更好 而荣耀上帝的是信心 而不是我们的行为 无所不知的上帝 毫无疑问地 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呼召了亚当 亚当在上帝面前 承认了自己的罪 这个认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 与此同时 亚当也责怪上帝 他很高兴上帝给了他一个妻子 但现在是上帝给他的女人 所造成的错误 亚当在《创世纪》三章十二节 把责任推给了夏娃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上帝非常清楚地指示了亚当 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实 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 说夏娃强迫他 把果实放进嘴里 对于夏娃这方面 他被蛇欺骗了 但这终究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他责怪蛇 死亡进入了被造的天地万物之间 然而 上帝从未停止爱我们 他有一个计划 让人类与他重聚 上帝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通过流血来覆盖他们的罪 死亡是在亚当犯罪之后 才来到世界上的 并且需要用死亡来覆盖 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他们的罪孽需要用到动物流的血 来制作皮衣来掩盖 神有一个更大的救恩计划 但要完成这个计划需要很多年 首先 神必须从地上万国中呼召一个人 于是亚伯拉罕蒙照 他的后裔被赐予我们现在称为 以色列的徒弟 在他们拥有这片土地之前 他们在埃及是奴隶 当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奴隶之时 上帝首先设立了逾越节 每个家庭都选择了一只完美的羔羊 按照上帝的指示 将被选中的羔羊献祭 并将他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 死亡会越过所有有羔羊血的房屋 来保护他们 这预示着神的羔羊 将成为神的道成肉身 他的血将带走罪恶 而不仅仅是掩盖他 后来 埃及法老给予以色列人自由 在他们开始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后不久 上帝就赐给了他们律法 这条律法有许多规则 教导他们如何遵照上帝所希望的生活方式 然而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 人们没有遵行这些律法 动物献祭是用来遮盖罪孽的 但永远无法除去罪孽 最终神进入了他的创造中 留他自己的血来除去罪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私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施奉奈永生神吗 在十字架之前 人们期待着弥赛亚的到来 他们有预言 可以帮助他们认出弥赛亚的到来 然而就像我们今天的许多人一样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蒙蔽双眼 忽略了预言 耶稣的故事是关于上帝的爱 他的一生已经在预言中 以赛亚预言弥赛亚将由童真女所生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以玛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事实上 玛利亚生耶稣时还是处女 他与约瑟订婚 但他们并没有夫妻之时 理解耶稣故事的这一部分很重要 因为理解他是神很重要 他的母亲是人 但圣灵让他怀孕了 那样的话 亚当被罪玷污的血就不会传给耶稣 他的血是上帝纯洁没有污染的血 这使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亲属救赎主 救赎法则这么说 必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说 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 卖了几分地业 他至今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只有失去财产的人的近亲 才能赎回产业 在我们的例子中 亚当失去了他所拥有的 他原本拥有不朽的身子 但他吃了果实 因此失去了他不朽的生命和天堂 亚当是人 所以耶稣必须是人 因此他必须通过玛利亚所生 才能赎回失去的东西 另一方面 上帝从不要求人献祭 所以我们的救赎主 必须是神圣的 动物没有资格成为亲属救赎者 因为动物不是人类的亲属 他们的血液也不是人类 只有倒成肉身的上帝 才有资格为我们的救赎流血 为了让神得倒人的肉身 圣灵覆盖了玛利亚 他以处女之身 在伯利恒的马槽里 生下了上帝的儿子 那天晚上 有一位天使向牧羊人显现 并宣布基督的诞生 路加福音二章十至十四节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好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牧羊人是耶稣故事的一部分 他们离开羊群去寻找玛利亚 约瑟和圣鹰 牧羊人在社会上 并不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 但正是这些卑微的人 最先找到了基督婴儿 耶稣的故事并没有在马槽里结束 东方的三位博士 带着黄金、墨药和乳香来敬拜他 在他们的拜访之后 邪恶的西律王仕途把耶稣杀死 但一位天使警告约瑟 将耶稣和玛利亚带到埃及 直到可以安全地返回以色列为止 三位博士带来的贵重礼物 是他们能够安全地逃到的埃及 直到安全返回 耶稣长大成人 并开始他的施工时 他呼召了十二个人跟随他 耶稣周游圣地 传播救赎已经来临的好消息 他医治病人 赶鬼 赦免罪 法利赛人被他的教导冒犯了 并指责他亵渎之罪 因他自称是上帝 犹大 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把他出卖给法利赛人 他们逮捕了耶稣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上帝牺牲动物的血来覆盖亚当和夏娃 因此 人们每年都会献上逾越节的羔羊 来纪念他们从奴隶制中解脱出来 耶稣纯洁没有被罪玷污的宝血 必须流出来才能除去罪 亲爱的朋友 凭着信心 真诚地相信耶稣基督的死 埋葬和复活 会给你永生 没有任何行为或宗教能够带来救赎 只有信仰 以福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制作无花果叶的围裙 无法掩盖亚当和夏娃的罪 流动物血也不足以遮掩罪 只有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 才能除去你的罪 当你真正相信时 你就被圣灵印证了 以福所书一章十二至十四节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这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民被赎 是他的荣耀的这称赞 当我们来到一年中 纪念基督诞生的时候 让我们记住 上帝对他的创造的爱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将士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当我们庆祝他的诞生时 让我们记住他的死 并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 为什么耶稣必须离开 耶稣从斯里复活后 在地上度过了四十天 然后离开了 他升了天 从耶路撒冷穿过基伦谷 到伯大尼的橄榄山 那是耶稣站立的最后一个地方 他带着他的使徒去那里 告诉他们要到地 即为他做见证 然后他就离开了 为什么呢 我必须承认 当我刚开始信主 并研究圣经时 我对此感到疑惑 毕竟 我们的整个宗教信仰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人 在两千年前就死了 但他并没有一直在死亡中 他还活着 他从坟墓中复活 为我们打开了永生之门 耶稣基督现在永远活着 但是你看不见他 因为他升天了 在这一点 我们需要信心 为什么耶稣不留下来 如果他留下来 让世人知道 他是弥赛亚不是很好吗 值得庆幸的是 耶稣自己至少给了我们一个理由 在约翰福音中 主向门徒展示了 他必须离开的原因 对于门徒来说 耶稣亲自和他们同在 教导和带领他们 绝对是一次奇妙的经历 事实上 这绝对是一个独特的事件 然而时候到了 有一天 耶稣开始 让这些如此依赖他的人 了解他必须离开地球的真相 这对他们来说 一定听起来非常不愉快 甚至悲伤 但感谢的是 主向他们展示了 他必须离开的原因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他寄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 唯一 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或做 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必要把将来的 是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反复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16章5到15节 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派遣圣灵 来帮助他们 帮助者的出现 对门徒是有好处的 他会赋予他们力量 给他们勇气 教导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 基督对他们而言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真实 直到主耶稣回到天上 并得着荣耀 帮助者才会出现 圣灵当然在此之前 就已经在世上 但他以一种新的方式 道来 使世界之罪 并服侍被救赎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圣灵 是上帝的第三位格 他可以从父亲那里 获取秘密 并向我们透露 因为他与圣父和圣子 是一体的 因着圣灵的工作 定罪 正直的生活和公义的审判 将临到整个世界 圣灵的存在 让世界面对 即将来临的审判 他在这里的事实 也意味着 魔鬼已经在十字架前 被定罪 所有拒绝救主的人 都将在未来的某一天 承受他可怕的审判 主给了门徒教导和训诫 不过 依然有一些额外的信息 是主想要传达给门徒的 但他们无法理解 这是我们必须谨记的一点 在教导一个人 吸收更复杂的真理之前 他们的理解 必须首先达到一个特定的水平 主开始的工作 将由真理的灵继续 他会引导他们 进入所有的真理 如果没有圣灵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将是不完整的 作为基督徒 值得庆幸的是 上帝的每一个重生的孩子 都有特权接受圣灵的洗礼 这是被圣灵充满的唯一要求 就是重生 圣灵 顾名思义就是洁净我们 并使我们适合为主 使用的圣洁之灵 圣经也称它为 敬畏耶和华的灵 因为它赐予 我们一种常常超越 我们人类能力的尊荣能力 罗马书一章四节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圣灵知道万事 甚至神的深奥事物 圣灵是无所不能的 它是神至高无上的力量 在神无所不能 圣灵也无所不在 诗篇139篇7和8节 很好的表达了圣灵 无所不在的特征 大卫对主说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所以圣灵是永恒的 全知和全能的 圣灵也是庄严 圣洁荣耀的 就像父和子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的 以讨神喜悦的方式生活 那么我们必须知道 即使这是神所希望的 我们也不可能 靠着肉体的力量做到 格林多前书 六章九到十二节 你们岂不知不意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做鸾童的 亲男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罪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们中间也有人 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 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称义了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那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圣灵是洗净 我们罪恶生活中的污秽 并是我们分别为圣的那一位 当我们继续与圣灵同行时 它将开始清除 我们对邪恶的渴望 消除在灵性上压垮我们 并烧掉我们思想中的 所有康比的罪恶活动 罪恶不可避免地导致死亡 和使我们与上帝隔离 但圣灵引导我们 走向生命之路 罪恶的最终目标 总是死亡 在罗马书八章 十三至十五节说 你们若顺从肉体 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 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 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 圣灵是控制上帝 对我们生命计划的那一位 他向我们揭示了 上帝的对我们的旨意 并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进入那些计划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和十节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神傲的事 也参透了 当我们与圣灵联系时 他会不断打开 我们生活中的新篇章 并引导我们实现目标 悦尔书二章二十九节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交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也是圣灵加强了 我们对上帝的尾身 这就是圣灵 对我们的重要性 实际上 如果没有永生上帝的灵 我们的生活 或我们周围的世界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歌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伟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祭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 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这是在《使徒行传》 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八节 他是永远持久可靠的伴侣 当圣灵 作为我们生命旅程中的向导 进入我们的生命时 他不会以冷漠 或非人性的方式这样做 而是作为朋友 和作为一个 永远不会让我们 变得孤独的同伴 许多我们完成的事 都归因于圣灵 让我们看看 耶稣留下的圣灵 为我做什么 第一 圣灵清楚地表达 那些有耳朵 听到上帝话语的人 被鼓励去听圣灵 对众教会说的话 启示录二章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书的果子 赐给他吃 第二 圣灵为我们祈祷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况且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第三 圣灵教导我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会师 就是福音我的名所 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第四 圣灵为主作见证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 插保会师来 就是从付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作见证 第五 圣灵安慰信徒 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和三十一节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下该撒利亚 打发他往大树去 那是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 各处的教会 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是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简而言之 圣灵是教会的灵魂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此 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 基督在升天时 并没有离开我们 基督仍在世上 在他的身体 教会里 但是每个身体 都必须有灵魂 灵魂是身体的生命力 是充满活力的灵 这是使身体 保持在一起的原因 没有灵魂的身体 是死的 没有灵魂 身体就是一具尸体 没有灵魂 身体就会开始分解 因此 耶稣派遣圣灵 来激励他的肢体 并使我们彼此 以及与上帝联合 这实际上 扩展了基督 在世界上的存在 因为如果耶稣 作为一个人 留在地上 他的存在 就会受到限制 他可能住在 耶路撒冷 你可能可以去 朝圣看看他 当然 如果耶稣还在 今天你可能 可以在电视上 或在线直播中 看到他的身影 但他的实际 存在将仅限于 地球上的一个地方 而不是存在于 全球各地的肢体 教会中 他出现在 耶路撒冷 范蒂冈 非洲 俄罗斯和中国 这对我们 不是更好吗 这难道 不比只有一个人 甚至是一个 我们大多数人 可能永远 见不到的神人 更好吗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但耶稣 必须回到天堂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神子到成肉 身成为人子时 他取了人性 当他升天时 他并没有离开 他的人性 他把他的人性 带到了天堂 耶稣身体升天 当亚当和夏娃 从恩典中堕落时 所有受造物 都与他们一同堕落 我们生活在一个 堕落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救赎工作 不仅涉及赦免 我们个人的罪 还涉及整个 新天新地的应许 根据启示录 在这个新天新地里 上帝将永远 与他的子民同住 在这个新创造中 坐在宝座上的是 耶稣基督 他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这个新世界 将像我们的世界一样 但更完美 就像我们荣耀的身体 将像我们现在的身体一样 但更完美 耶稣是复活的出属果子 他的身体从死里复活 不像他以前 受苦和死亡的身体 这是荣耀的身体 但是这个受造物 这个我们生活 其中的堕落世界 会遭受苦难和死亡 我们生活在一个垂死的世界 那不是智放不朽身体的地方 耶稣荣耀的人性 不是这个堕落创造的一部分 这是新造的出属果子 简而言之 耶稣不属于这里 我们也不属于这里 我们当中 穿上基督新衣的人 受洗众生 进入这个新世界的人 不属于这里 这就是耶稣升天的原因 因为道成肉身的原因 不是为了神能来到人间 是为了让人上天堂 耶稣不是在观光旅行中 来到世上的 他是来执行救援任务的 老亚当堕落了 带走了所有受造物 基督作为西亚当来 是新造之物的元首 约翰福音12章32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基督不仅作为神圣天 而且作为与人联合的神圣天 人性和神性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基督现在在荣耀中 坐在父的右边 我们这些与基督合而为一的人 将永远与他分享那荣耀 他说我去原室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耶稣不只是让我们回到亚当和夏娃失去的乐园 他在天堂给人类一个高于天使的位置 甚至高于六亿天使和基督博 即使是最圣洁的圣徒 也不配得到这个荣誉 但这是基督给我们的荣耀 我们不能靠自己升天 经上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只有基督升天 而我们与他一同升天的唯一途径 就是成为他身体的肢体 作为他的身体 及教会的成员 我们可以确信 我们会去他 我们的头 先与我们到达的地方 头在前带领 身体在后跟随 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们在见证了基督的升天之后 并没有在他离开时 悲伤地返回耶路撒冷 而是怀着极大的喜悦 返回耶路撒冷 正如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样 作为基督的肢体 我们是同样盼望的后四 今天世界上最魔鬼的教义之一 是说有多种方法通向上帝 或有不同的方法可以通往天堂 作为上帝的儿女 当一个教堂牧师或所谓的基督徒 试图告诉你 同向天堂的路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还有其他方式时 我们不应保持沉默 关于这个话题 圣经非常明确 耶稣自己明确地陈述了这个话题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个虚假的教义 正在进入我们的教堂 这种声称 有多种通向天堂的方式的教义 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并慢慢渗透到教会中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试图让耶稣成为通向天堂的多种方式之一的这个教义 是被狄基督的灵鼓吹的 如果你相信因为你的善行或因为你是一个好人而上天堂 那你要清醒起来了 请允许我以自己为例 我知道我在生命中所做的事情 如果说靠着我自己的道德行为可以去天堂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以前撒过谎 偷过东西 伤害了他人 我明知道有些事情是错的 但我还是去做了 我怎么能相信像我这样的人 配得上天堂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将会去天堂 不是因为我曾经做的任何事 或我将要做的任何事情 而是因为两千年前 耐得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了你 为了我 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 耶稣是道路 祂是全人类的答案 富有的人能进天堂的唯一方法是 通过耶稣基督 唯一让绿人 粉红人 黑人 白人 黄皮肤的人 拉丁裔人 或亚洲人 进入天堂的方法 唯有通过十字架 我今天在这里提醒你 耶稣是答案 唯一让穷人能进天堂的方法 也是通过耶稣基督 不管你的背景如何 基督为所有人类死了 基督为男人和女人而死 如果你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那么你已经被魔鬼欺骗了 使徒行传四章十至十二节说 你们众人 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 这人得全欲 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将人所祭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除了耶稣的名 天下人间 没有别的名 可以拯救我们 救我们脱离什么呢 脱离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都犯了罪 因为我们都得罪了 永恒的上帝 我们应该遭受地狱的惩罚 因为我们得罪了永恒的上帝 所以我们遭受的刑罚 也必须是永恒的 唯一可以涂抹我们的罪 让我们与上帝和好的人 是主耶稣基督 上帝已经安排了他的儿子 作为我们所有人 被宽恕的途径 耶稣可以宽恕你的罪 来信靠他吧 不要逃离他 而要向他奔跑 没有主教 传道人 牧师或其他人 可以宽恕你的罪 唯有主 耶稣基督 除了耶稣的名以外 在天下人间 没有别的名可以拯救我们 得救的途径是通过耶稣基督 如果你在基督里 你的罪已经得到了宽恕 你可以放心 知道我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 这是多么蒙福的事情啊 你难道不高兴上帝没有对你发怒吗 知道你将和主一起度过永恒 你不高兴吗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 你就不需要惧怕接近上帝 因为一旦你重生 那就意味着你已经由上帝所生 你来自那天上的 上帝就是你的父 一个基督徒是上帝所收养的儿女 由上帝之子带领 进入上帝的家庭 这改变了一切 每个信徒都不是这个世界的永恒公民 我们是天国的公民 上帝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此我们有权在他所在的地方 耶稣是道路 耶稣是答案 耶稣是解决方案 让我尽可能清楚地表达这一点 现在有很多好人在等待这进入地狱 成为一个善良有道德的人 不能让你进入天堂 你不会因为你捐赠的金额而进入天堂 你不会因为你帮助的人而进入天堂 你的姓氏 你祷告的时间 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影响 你真正进入天堂的原因 是因为两千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位 他为你的罪 为我的罪 为我们所有人的罪而死 请原谅我这么直言不会 但可能有人正在听我讲话 他们距离永恒只有十分钟 请你聆听我的话语 也许是一个二十岁的男孩 或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他们对自己有着虚假的愿景 他们认为他们的整个人生就在前面 却不知道可能一周后 他们就将进入永恒 所以今天我要再次提醒你 你要知道耶稣是道路 唯一那条通向福的道路 就是他 就是通过他 上帝爱你 上帝想要赦免你 但为了让上帝赦免你 你必须按照他规定的方式去走 而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 上帝爱你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很难相信 他们也很难理解 但上帝爱你 他就只是爱你 当你早晨醒来时 他爱你 当你晚上躺下休息时 他爱你 当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时 他仍然爱你 当你去不该去的地方时 他爱你 当你以可爱的方式 或不可爱的方式犯罪时 他爱你 请把这个刻在你的脑海里 上帝爱你 来吧 和我一起说 上帝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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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知道 上帝正在看顾你 并为你开启大门 我们不是因为佩德而去天堂 我们不是因为符合标准而去天堂的 我们更不是因为我们圣洁 所以去天堂 在你最圣洁的时候 你的自以为义 在上帝面前也只是污秽不堪 上帝非常爱我们 他不想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灭亡 无论你是否感受到 上帝都爱你 我们能去天堂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上帝的爱 实际上 救恩这个 让我们成为上帝子民的必要过程 是上帝出于他伟大的爱 而制定的计划 上帝通过他的爱 为我们提供了去天堂所需要的一切 让我们绝不会错过天堂 天堂需要公义和圣洁 但我们得以进入天堂 完全是凭借上帝对我们无限的爱 上帝非常爱你 他不会强迫你去天堂 他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 他给了人们选择 可以悔改并相信的选择 使他们可以去天堂 或者不悔改的选择 从而再在上帝隔绝的永恒中度过